贤林太吵,竟持铁锤打爆他头,南二省仍盼无奇 邻居噪音干扰很烦,吵到不能睡觉更烦,但不能因为这样,就下手杀人啊 住在高市林雅区,出租套房的王清正布满隔壁八十岁的王姓老翁 常常在套房内大声唱歌,或是用硬币拔杯制造声响 吵得王楠不能睡觉,多次反应都没有用 去年3月23深夜,王楠快睡着时又听到声音,他上门找老翁理论 就发声拉扯口角,王楠一气之下回房拿铁锤猛敲老翁的头 敲了数十下,直到老翁倒在血中才停手 两天后房东上门,发现老翁欲害报警 王楠坦承有用铁锤攻击老翁,但否认杀人 他变成拿铁锤只是想要下老翁 老翁却出手想抢铁锤,并殴打他 他才受不了拿铁锤敲老翁 而且敲完,老翁还可以拿电风扇外罩砸他 伤势应该不严重 但法院认为老翁身中27处,盾气重击 多处伤及颅骨 可见王楠下手非常重,有杀人意图 且到现在都还没跟被害家属和解 犯后态度不佳,判无期徒刑 董新闻总和报导